妳跟叔叔說妳好 妳好 今年64歲的劉玉萍 從去年開始加入縣府開辦的 手語翻譯培訓課程 她笑說白天帶孫 晚上上課 讓生活更加充實幸福 剛好縣政府有這個機會 在培訓這個手語翻譯員的時候 我就去參加 那參加的時候 不只是說我在社會上 可以幫到榮亞朋友 我在家裡的時候 我可以教我的孫子 那我們出去的話 我們還可以跟更多的朋友溝通 另一位是新竹縣 第一位拿到手語翻譯秉級證照的老師 康朱允 她說因為長子天生聽障 希望藉由手語和孩子溝通無障礙 偉大的母愛感動在場所有人 手語最大的快樂就是 我跟孩子的距離更近了 然後因為跟他的距離近了 我覺得人的距離 因為你心中有愛 就都沒有了障礙 因為心中有愛 讓溝通無愛 新竹縣在燈會期間 推出全國首創手語志工駐點服務 提供即時翻譯獲得熱烈迴響 今年度再度開辦手語翻譯培訓課程 車縣長親自頒發聘書 一起學筆手語 期待透過手語生力軍加入 讓新竹縣成為溝通無障礙的幸福城市 讓我們手語能夠傳達更多的信息 用我們手語傳達更多的語言溝通的管道 也希望天使之音在繼續的為了擴大服務 不管是基礎班或者是更進階班 都能夠讓我們很多的鄉親共同的分享 所謂的就聯外科的資本 我們再次謝謝 我們要開手語進階班還有手語初階班 我們希望能夠培養出更多的手語員來 來為更多的就是我們的朋友服務 所以說我們希望我們新竹縣 能夠成為一個友善的城市 目前新竹縣僅有兩張秉級手語翻譯員證照 為了培訓更多優秀手語翻譯員 由新竹縣天使精英協會所主辦的 手語翻譯季培訓課程 從即日起到12月3號為止 開設手語基礎班和進修班 期待藉由培訓課程 培養出更多專業人員 投入無聲世界協助聽障朋友 相關課程資訊可撥打 0800668311 恰 沈小姐查詢